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切到鱼皮 不要切破 这样切出来的鱼 感觉不到鱼翅的存在 再洗刀切 切到鱼皮 这样就可以了鱼皮不烂 鱼都不掉就算成功了 再用清水洗掉鱼皮 加入一个母鸡的双黄蛋 轻轻的抓匀 裹上鸡蛋液颜色更好看 口感也更酥脆 放入盐巴 增加底味 料酒 加入葱姜水 左手轻轻按摩 鱼那口还是腌制一下 腌制十分钟 这个松鼠鱼对于鱼类的品种要求不高 草鱼 鲮鱼 鲤鱼都可以了 那碗出来加油我抽你 居民的土上玉米淀粉 土豆淀粉也是可以的 再抖掉多余的淀粉 鱼头也裹上淀粉 沾点水把鱼皮沿在一起 二哥点火哦 要得开干 加入宽油 宽油的意思就是多一点油 芒是豆 鲁鱼一碗下鱼炸 先炸进去 把鱼加到每一个坡上 这个过程大概是五分钟左右 鱼头也下入哈 加入金黄薯水捞出备用 再少一点油 放入番茄沙丝 放入一笔一的白糖 再加点清水 不然太臭了 再来点白醋 加入水澱粉勾芡 再来点明油 要得了 加入鱼上 再撒入一点黑黑的白芹麻 再来点葱花 一份非常开胃的松鼠鱼 送给大家 就这一个松鼠鱼 我后几点瓶 为你们要个小红薯 你们会给吗 谢谢大家 来喽喽请喽 要得开干 这个菜最适合你 这个菜不管是老人或小孩哈 这个菜绝对是没任何抵抗的 绝对残酷的啊 来喽喽 吃饱子 以前的饮食感受不了这个吃的存在了 因为即使有吃的话都炸酥了 就这样一半一半的剥哈 然后蘸汤汤 不白了 你看 酥了哈 你吃了吃不好 你也吃的 哈哈 你还怪你吃你吃肉了 吃肉了 这个鱼肉是大酥了 而且把切断了 感受不到这个吃的存在了现在 还满个猪子多哈 怎么 嗯嗯嗯 嗯嗯 还满个残酷了 哈哈哈哈 这个老板你慢点喝 比上次我老板你弄的味道八色 好 嗯 朋友们还有说想看的想吃的 欢迎向我留言哈 我尽量满足你们 不需要点灰状腔啊 嗯 阿公满不满意 嗯 没吃的 好了朋友们点视频点喽 如果小伙伴各位 小伙伴都自己看